众生傲慢的习气实在太重了 我们都礼祭 礼祭一开端就教给我们 奥不可扎 欲不可纵 由此可耻 众生这个习气 圣人非常重视 这是张道第一个因缘 只要这个习气在 你的道业就肯定不能成就 事处事乏 要想有成就 都是从千许当中学来的 读书 修道 真正晨级在哪里看 在心平修 古人家的 学问身世 义气平 你修行有功夫 一定对人很火气 我们一般人讲没有火气 火气很大 常常容易发脾气 那个人没有道行 那个人没有修行 那个人也没有学问 这个一定要懂得 学问 跟学识是一样的 学问里头有道德 学识里头不一定有道德 他学的东西很多 他不一定有道德 但是学问里头有道德 所以真正做学问的人 听听脚 修道 说福 那就更不必说了 欧不可长 欲不可纵 凡夫当然有欲望 才算名是谁 事口而止 不能太过分 过分 灾难就来了 能够守住这个标准 这就是戒律 我决定不可分 那你这个享受是正常的 智不可满 落不可急 落急生悲 时时刻刻懂得极致 就是决定不能过分 人之大于 才跟色 随圣人教给我们 灵财无够得了 财摆在面前 要想一想 该不该得 不该得的 不能要 要了怎么样 祸害就来了 你应该得的 没问题 那是你的福分 不应该得的 遭灾难了 不是好事情啊 要知道 欲害之可怕 这个东西 对于自己 无论是事发佛法 有害 而无理啊 初学 决定不能叫它 增长 这个瘀 哪个没有 没有瘀 就不会到这个六道来了 到六道里面来 投胎 欲界 那你一定有瘀 你没有欲的时候 不会到欲界来 所以儒家讲啊 欲不可重啊 傲不可长啊 知道这些烦恼 是余生俱来的 你要能够把它控制 先控制 然后慢慢地 再把它减弱 最后到的时候 到它已经不起作用了 不会影响我们了 这就完全控制住了 完全控制住 在我们进宗法门里面讲 功夫得利落 这个控制不住 讲什么功夫 全是假的 全不是真的 真正的功夫 就是你能不能够控制欲 能不能够断欲 这是真功夫 要知道 这是不善的根源 欲不可重啊 古人家 情欲 从极微之初 生起来 刚刚生呢 容易控制 尽忠的祖师大德 教给我 一念阿弥陀佛 就把这个 威弃的念头 打掉啊 要知道 厉害的事 这在经上 常常跟同学们说 我们无量级 在生死里头流转 求除无欺 苦不堪言 这一生 遇到佛法 遇到佛法里面 最殊胜的 静宗法文 这就是说明 在这一生当中 有机会 超越六大轮回 有机会 脱离十法界 这个机会 遇到不容易啊 遇到之后 我们能不能脱离 关键在一念之间 这一念要保住啊 念念主啊 为什么叫那念佛 念佛就是保住 念念主 傲慢 欲望 致满 乐极深悲 这个四桩四情啊 都是大不敬 那我们能够反过来 能够远离 我们自信里面 沉浸 这个德行呢 就圆满的 心情 对人 对四 对我 真诚 恭敬 如果我们还有这四个字 傲慢 纵欲 致满 贪图 五欲六成的 享乐 我们信的就没有了 为什么第一句叫给我们 傲不扩张 如果你要有傲慢 实在讲啊 他这个四句 就是我们讲的 贪嗔痴慢 只要你有贪嗔痴慢 你就没有办法 达到教学的宗旨目标 所以头一个是戒教慢 那在佛法里 诸位小徒 后学行愿 是佛法教学最高的纲领 第一句 礼尽祝福 跟礼尽里面 五不尽 一个意思 我要断 所以他贪嗔痴慢 他要断 断掉 你才能超越六道轮回 你这个东西不断 无论修得怎么好 六道轮回出去 求生西方净土 学不能去 那么西方净土的时候 带业 是带业 带旧的 不带心的 带种子 不带信心 这是佛经里的话 种子是什么 是习气 信心 是你的法作 你现在还常常发脾气 这不行 这不能往生 那是什么 你要能把习气 控制住 烦恼习气 有 不会发作 这才能往生 控制不住 常常会发作 就决定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 还给住上山人天天吵架 哪有这种道理呢 那你去不是把极乐世界 全破坏了 阿弥陀佛再慈悲 大众不让你去 不欢迎你 所以这个也要知道 乐极深悲 这是现在社会 普遍的现象 古人 两千五百年前教训 现在管用 我们学了佛 知道 这原理 我们都明白 宇宙怎么来的 宇宙是从念头 其心动念变迹出来 极乐世界 为什么那么好 未必 极乐世界的 这些居民 过过都是 上山之人 那个里面居民 没有自私的念头 没有占有的念头 没有控制的念头 其心动念 与信得完全相应